救护之后呢会放归三年 但是他们发现啊 这个神龙家金丝猴受伤之后救护了这么多 但是呢他数量并没有增加 那么呢他们通过检测发现 如果说这个猴子一旦离开他的族群超过了五天的话 他再回到他的族群呢 他的族群就会不接了 他会驱逐他打他 最后还是死了 那么后面呢他们救护的这几只金丝猴呢 就只能在这个地方住了下来 然后生了这个小猴子 对 然后他这个金丝猴的话 其实像我们这个美猴王 就是以他们为原型的制作的 他们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啊 人类女孩子会漂亮一些 他们是蓝的漂亮一些 毛发最金黄的那个才是雄性的猴子 你有一只针过来了 哎他过了 他过了 一块四股的那个 那边那个猴子是像外面的世界的 那边那个猴子是像外面的世界的 猴子比赛啊 他就是 这只看得好似的 这只漂亮啊 好可爱 这只看得有点 那这只看得很漂亮 那这只看得很漂亮 这只看得很漂亮 那这只看得很漂亮 这只看得很漂亮 那这只看得很漂亮 我现在就能把这种参卡的本领给丢来了 他们不能做人 我要去你的参卡 要换两个人 不火腿 这只看得很漂亮 谢谢观看